他等於是民進黨招牌 所以你現在吐口水 吐在他招牌上 吐在他身上 就等於是在 吐民進黨 你要選我個人 我自己是屁 做得差 五月份最嚴重的時候 對 那時候是不是一天都五萬八萬 五萬八萬 做這個政策 嗯 根本沒有配套 陳時中 你衛福部 你民進黨政府 我自己做得要死 我亂講做得要死 嗯 打到我白分耶 這次衛福部真的太扯 嗯 這些人都 XX都不知XX的意思 就是這一波 我覺得其實奇怪一次 我先講 各位 陳之翰又不是罵民進黨 他是覺得防疫指揮官做得不好 那就是 陳時中的問題嘛 陳時中如果做不好 批評一下 他就把他做好就好 為什麼要狂幹 這個館長 這點我不懂 因為其實 我在這 疫情從剛開始來到現在 其實我中間罵了蠻多次民進黨 罵了蠻多次啊 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他等於 這兩年的所有的焦點 嗯 就三個地方 你聽我講有沒有道理 三個地方 一個叫中央嘛 嗯 中央PK台北 PK新北 嗯 就這樣 他很簡單 就是三個三方大戰 嗯 應該是台北 新北跟民進黨 大戰 嗯 所以就是說他們站了這麼久 然後 也應該說他們想要摧毀掉 我的講話的誠信度 嗯 所以一直來這邊說 我雙標啊 或是說 嗯 你不能這樣講啊 或是說 我講話就是沒有誠信啊 因為他們就是要摧毀掉 可是很好笑的就是 你既然認為我這個人講話 或是說我做直播 沒有辦法影響你 那你們XX這些人 到底 怕什麼 對 FB到底在幹嘛 如果我 你也知道嘛 如果我不在乎一個人 我連去留言 你留言是跟他碰上嘛 甚至三民志 哦 三立 民視 自由一直在抱我 嗯 當然這寫的會比較 聳動一點 嗯 讓他們深綠的支持者 討厭我一點 嗯 但是我只想要跟 所有的民進黨支持者講 嗯 今天你支持一個人 去參政 不是盲目的支持 嗯 因為他們做的事情是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 福祉 嗯 跟未來 講不對你就要罵嘛 講不對本來就是要念嘛 呃 慈母多敗兒 你不能 養了一個政治人物 不管叫他嘛 XX又不是神 我們又不是出錢 投票養了一個神出來 而且更別提 陳時中並不是 民選官員 他只是被指派在這個位置上的 XX不能罵喔 公聲酒 他好像有點變成民進黨的頭牌啦 就是 因為在這個防疫 我們實在太久了嘛 那變成說他是全民進黨 上節目 上節目上電視 每天看得到他 嗯 全國百姓看得到他 他等於是民進黨招牌 所以你現在吐口水 吐在他招牌上 吐在他身上 就等於是在吐民進黨 嗯 對 就是這樣 不然我是覺得這個太嚴格 就是你今天陳時中有做不好 他真的有做不好嗎 快篩跟我講說 快篩都夠 他說他有三點啊 說疫苗都夠 XX 中間有1500萬劑是民間捐的 BNT你後來才買 第二個 說快篩夠 XX 叫小吃店幫忙買 XX 小吃店可以買 那我也可以買啊 奇怪為什麼不可以買 第三點 因為太生氣 忘記是什麼東西了 就是你這樣子做 你不但沒有做好 然後你現在要交接走人 我跟你講 但是我看到很多塔利班館長說 XX 你又說陳時中做不好 你又說他不能選 那你到底是要他走 還是不要他走 我沒有 沒有 我 我其實 我其實我一直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選 你要 你今天要誰要選 阿狗阿貓啦 不要說陳時中啦 你要選舉 這是你個人的權利 我是這樣講的 但是你要選 我個人 你要選我個人 我XX就是屁 我就討厭你 為什麼我都已經講出來了 我就是覺得你做不好啊 你做不好嘛 尤其是在今年 跟去年的下半年度 也就是去年 我們被停業的那個時候 3加11嘛 那時候從3加11延燒到 然後這一次 是大量XX的共存 每天5萬、6萬、8萬、9萬的 那你XX現在跟我講 你XX做得很好 反正 網路上的事情你也很清楚啦 XX 反正我現在罵呢 就是 我現在講的就是 不然你 不然你自己的出來做啊 不是 你XX 你要跟我吵架 我們吵架 我們講的是道理嘛 XX 怎麼我又變中共同路人了 要嘛就是說 哎呦你嫌台灣不好喔 那你管怎麼去住中國啊 我XX 現在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批評民進黨 我就不是台獨份子 只有你是台獨份子 我就不愛台灣 我XX批評民進黨 老子就得XX 搬到XX 上海區 啊不然就是 我直接就說 你這個三紀令很差 我講的是政策的錯誤嘛 他就說 啊不然要學上海封城 XX 我在講XX 你在講XX 我在講你政策做不對 你XX出來認錯我 你政府要怎麼做 就改嘛 啊不然要學上海封城 反正我覺得他們跟你應對呢 就是 永遠是中國 我常講嘛 你也常講嘛 今天沒有中國 沒有共產黨 你不會活了XX 不會 民進黨不會當總統啦 我只講民進黨也不會拿到過半啦 全世界最會抹紅的 竟然是民進黨 XX 只要對他有一點意見 你就XX 共黨同路人 老共每次來罵我 前幾天才在跟小粉紅吵架 這個時候民進黨就不會說 欸 你抗中保台 你XX 你有台灣價值 所有現在在民進黨眼中 有中心思想的人 只是現在不打你 但是你只要感動他一點點 XX把你全家打到石器時代去 我們在那個時候 5月份你自己幻想 5月份最嚴重的時候 對 那時候是不是一天都5萬8萬 5萬8萬 他們連電話都不給我接 啊 所以就是說你 你打你做這個政策 你XX根本沒有配套 你連我們問你說如果他硬要進來 其實這個是跟小爸爸抵觸的 我今天有繳錢我為什麼不能進來 因為我們是預收型嘛 我買一年的會籍 我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他跟餐廳不一樣 餐廳是我進去我點完餐 我不廢 他是一個預收的概念 我錢已經給你了 你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就像你去 你買一台車 你為什麼不能開你的車 對啊 那這是不是兩個法律在矛盾 互相抵觸啦 對 那我也問他怎麼辦 你要幫我賠嗎 我客人退錢 你賠嗎 嗯 XXX 反正都是你罵他什麼 你跟他什麼 你跟魏夫婦講什麼 沒有回憶 他就是混過去啊 對 直到被我問倒了嘛 而且很好笑的是 他們現在側翼嘛 在打我是說健身工廠跟渦俊 這兩天啊 好笑的 我也趁你這個節目跟大家講 健身工廠跟渦俊 不只健身工廠跟渦俊 是全台灣比較有規模的 譬如講超過兩三間店以上 兩三間店以上的業主 都有到 甚至這個工會的人也有到 都到立法院去 鄧多娃 每一間都鄧多娃 我跟你們側翼講 跟你們民進黨的支持講 每一間都在罵 而且大家都跟他講 損失超過60%以上 每一間都在罵 你們說健身工廠 我再跟你們講一個最快的 健身工廠跟我們 我們陳其思太 健身工廠渦俊 我們都有拉一個群組 跟政府官員 現在 跟什麼政府官員 跟體育處 來你們這些民進黨的 來我阿廣跟你講 健身工廠也在裡面 郭君也在裡面 我們也在裡面 人家現在要做這個動字卷 類似動字卷的東西 健身工直接跟我們講 他們不想參與 不要 雖然健身工老闆跟我不好 健身工老闆也有告 你們兩個告來告去 對 但是他在這個上面 他也會很不爽 我都沒人會爽啦 你說健身工廠沒講話 他怎麼沒講話 他還找立委 他還找什麼 而且還他們的發言人 健身工的發言人 不是他們老闆 他還透過小宇共委長說 拜託我 看能不能我去找 大一點的立委 因為健身業者可以做 我剛剛前面不是講 健身業者他讓他歐趴了 國民運動中心他讓他歐趴了 看能不能館長去拜託 我說我去拜託沒用 我直接在 我直接開直播直接罵比較快 所以說健身工廠沒有罵 馬嘎勒沒有罵 他們也是反對這個政策好不好 我要再講啦 交談你不要再罵人啦 媽自己講說是 陳時松的網路操盤手 自己講說要抵制 這個館長的健身房 結果健身工廠 窩俊跟館長 在這個事情上是站在同一邊的 你有沒有搞錯 全部都是在群組 而且全部都去立法院 全部都給他回家 有啊 所以他才會一個月內取消 因為他知道 他沒有辦法應付我們這些業者 我們這些業者一跟他講說 依照法律人家先埋的 這樣人家要進來 我為什麼 我法律來說 對啊 我怎麼能阻止他 這是定型化契約耶 那我問他說 退費你政府會爸爸我賠 他也不講啊 他說不講啊損失算你的嗎 他也不講 然後我們說二劑跟三劑到底差在哪裡 他也不講 然後我問他說人來現場 怎麼管治 他也不講 誰有公權力管治耶 我每次要派警察嗎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今天跟 學恆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今天這麼堵攔 你今天做一件事情 政府在做事情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配套都講 他配你XX他就先丟了再說 然後你後面追他屁股 後面怎麼辦怎麼辦 啊推費 啊這客人要進來 啊如果他硬要進來 我們該怎麼辦 不知道 沒有啊有人還說啦 有空再說啦 對就完全不理我們 嗯 就完全不理我們 嗯 所以你XX的你 你陳時中 你衛福部 你民進黨政府 我今天講一句難聽一點的啦 不是說 我今天我要躺屋 我阿館要躺屋 我是財團 我為人要賺 跟你們討標案 不過說 欸選去過了 不叫嫁夫 我現在出了黑皮嗎 我XXX 你們爸自己做到要死 我今天我健身房有沒有靠你民進黨 沒有啊 我靠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到要死 我王公做到要死 嗯 你XXXX 你一個配套也沒有 你說進就進 嗯 那再好笑就是說 我自己我的行業嘛 有人說 阿館長你為了錢出來罵 我今天講 我今天講難聽一點 我今天是代表整個健身業界 因為我整個健身業界 我算最有名 嗯 大家都希望我出來 把這件事情 講給大家聽 你不信你去問 隨便一個做健身業界 做健身房的教練也好 他不管是不是我們公司 大家一定都會站在我這邊 因為這次衛服務真的太扯 嗯 就只是丟啊 丟 你知道我們 我們每間健身房都遇到什麼情形嗎 嗯 就很像銀行擠兌一樣 嗯 大家一窩瘋的來退錢 就是因為政府讓他們發現自己 不能很方便的去工作啊 對 那我今天跟你交堂講 嗯 雖然你不是個咖啦 對 我跟你講喔 等下要上新聞 我跟你講啦 你去找監工啊 你去找臥俊啊 我他媽七家店 建工六十家店 老子一個月就損失三千萬 你自己去算 建工實質多少錢 幾億的咧 他不棄 我不信 我俊也損失好幾億咧 嗯 他不棄 然後再來是他那個索困貸款 我俊 建工 我俊我們 嗯 都找高嘉瑜 嗯 高嘉瑜說 就是X的 他就是 金管會就不 說說說不帶啊 不能你們 為什麼不能帶咧 就讓你們撐一下啊 對 危險 嗯 危險 他說我們 我們 我們是危險企業 啊 都不給我們帶 高風險行業 嗯 那你XX 你這幾千億到底跑去哪了 我他媽 不是八千億耶 為什麼到貸款的時候 而且 貸款是收的回來的 怎麼沒有了 對對對 我阿管喔 是個不貪 不貪錢的人 嗯 我貪貪錢是說 我們今天 透過正常的關係 你也有認識 我也有認識 嗯 還要喬 我從不這麼做 但是你總不能害到我連自己 我自己 鼓勵在經營的東西 還有你們說那個貸款 我也去問 嗯 我們都符合資格喔 嗯 就只因為我們行業叫健身房 不能接 我們的貿錶 我們的 貸款資格都可以過 就不借我們 然後這些錢跑去哪裡 都是大財團借走 嗯 對啊 大財團還不缺這個錢啊 蛤 他沒有像你們一樣缺這個錢啊 我跟你說 哎 可以貸 為什麼不貸 嗯 然後利率 大家一%多耶 嗯 等於你貸款是不用 根本沒利息的 你為什麼不貸 所以今天 我今天不是說 你今天影響到我們 我們整個 健身業界這麼多人 嗯 你說我是自私 我館長賠錢 我今天出來賣 不是 是你真的把他腦袋有動 但是國民黨我們好朋友 有 各黨各派我都有好朋友 嗯 但是各黨各派的 該做錯的該怎麼樣 民進黨他執政黨 嗯 這句話 你要負責啊 對 啊你為什麼叫我去檢討一個在野黨 那我真的就側翼 我陳志在今天就變側翼 我今天跟大家講 我真的 民進黨熟歸熟好歸好 嗯 該不對的地方 像 齊無翔我們常在聊 物價最近物價嘛 對 包含那X最好笑的嘛 嗯 我們最好笑我們常講嘛 就是 呃 這個 這個什麼林律師 嗯 他在罵我說 他寫一篇文上新聞嘛 意思就是說 這兩年來 疫情守得非常好 我好你 欸不好意思我不是 先講喔 我懶得再去法院了 欸我這是給以助止 我好 就今年沒有7000多人 欸 lives 우리는 來來來來 mi 他又講了 他說經濟穩定發展 穩定發展 對的 財團穩定發展 房市穩定發展 嗯 看 сер 我們的階層 不是說 我們今天不要去把人分標的 你卻一般老百姓 還有我們這些中小的 你要去聽人家下面人的聲音 你要去看現在中小企業 跟中小企業這些雇員 他們的生活真的穩定發展 變當都變貴了 穩定發展 薪水只有穩定發展 沒有啊 所以我才常講 我在常講 這些人都 都不知道人間疾苦啊 我覺得有講錯嗎 然後都挑那個超級有聯人 說他們都穩定發展 他們都有賺到錢啊 為什麼你那麼靠 是死人是不是 我就不信 我常常講 因為我自己跟我每天粉絲在一起 我都會問他們 他們都受到影響 我的粉絲都是一般社會大眾的人 誰沒受到影響 都有啊 你跟我講穩定發展 什麼人沒受到影響 地主啦 財團啦 是不是 就像那時候 那個誰來找我 我現在不是買後砲 我會在我直播上面講 那個網軍投資叫什麼 好多網軍投資喔 不知道是哪一個 現在被關起來那個 林秉書喔 林秉書 他來我這邊的時候 也在那邊催啊 林秉書 又來館廠這邊 是我沒看到嗎 有啦 他就來我這邊 跟我聊 透過高嘉瑜 那時候 喔 就高嘉瑜那時候 發生事情之前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 你看 他這個人是這樣 你看我跟張忠謀 他太太拍照 你看我跟什麼立委 就一直給我看相片 拜託我們這一檔 我們股票賺多少錢啊 他個人就六千萬再賺了 我說是喔 我們最近還去買 人家他們閃稅 買古董啊 買字畫 買黃金買鑽石 我們都買好多喔 你們都在賺錢 對啊 你們這裡賺錢的都這樣 啊我們這個 我又沒有一塊都沒有給你們拿 我又沒有這樣 我愛台灣而已 啊XX好好 你做一間 隨便你就要這樣 對啊 錢都你在賺 我XX一個會員一個會員賺 結果你一張股票 可以給我賺那麼多 沒有 而且這樣是不公平的 民進黨以前是靠最底層的人耶 你記得蔡英文那時候 還有這個多重生臟者 拿一個爛小豬說 這是我的吃飯錢 我通通都給你 攤販也是要賺一天 捐給民進黨 你現在完全忘記的這些人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一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